哎呀妈,这么快 嗨,晚上好 妈,好想染头发呀 谢谢肠子和蟹咬的眉口弯,谢谢蟹咬无心的我苦乐,乐苦多的秋天奶茶 晚上好 我本来今天跟姐姐说我不想要刘海 但是姐姐说我的头发既然拍之前的那个深血已经剪短了 就只能这样子了,就不能撇到一边了 谢谢塔夫队的大神,谢谢你真的很不错的我的花 谢谢噗噗的大神 晚上好 哎呦,该剪纸子了,有点长 谢谢 谢谢 A.S.S.的大神 谢谢 宋鼠人在游户以后的巧克力 谢谢 就尿小原子奥里的大神 是的 就是 真的,我的妈 尤其是,尤其是跳那个 最后一首歌是我其实在忍着笑 就是因为他台下的人蹦的太开心了 他们那个快乐气息就传染到我们台上 谢谢沐婉婉的大神 就是没想到就 就是在底下,嗚嗚嗚,就很蹦的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 是,而且谢谢 云草新人6号的大神 对,就蹦的太开心了 就是我能感受到 就是我虽然没有看 看到他们的脸 谢谢 早穿银子的巧克力 就虽然没有看见他们的face 就是我在那时候盯着摄像头 但是我的余光能看见下面 谢谢妞妞奥妞的十个大神 就是能感受得到 下面那个 他们的那个嗨的那个程度 就啊,谢谢千帆AS的 XS大神 谢谢西亚的二十个大神 对,就太欢乐了 就是哪一天我如果再有机会去的话 我想带一个那种隐藏相机 然后就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放在我的这个正中间 谢谢弟弟的大神 哇,谢谢后面的花光 不,那个我知道他们下一个话题 什么妮扣妮扣妮扣妮 我当时后才听的我心想 动漫人物跑出来了吗 就是真的每一个人都都听不出来是谁 极其的,极其的,极其的,极其的无法猜出来是谁 谢谢Summer的风的大神 想听这个 那就许那你们就许愿明天插队MC是这个吧 明天明天许愿让插队MC是这个吧 我现在说了这个多无聊 谢谢小傲的两个大神 我觉得不冷,我觉得挺热 你看我今天我就穿了一个 呃,其实我有个外套 但是结束了我太热 谢谢咕咕的大神 啊,那我觉得叫奇迹弟弟的这个弟弟也挺好听 谢谢街口的灰树的秋天奶茶 谢谢抱我哭的巧克力 谢谢抱我哭的那块 对我今天演爸妈那会就是在想逃掉可云 因为我当时说认真的嘛,所有人都可云 那其实觉得我觉得那挺没有意思的 对吧,谢谢冠语同学的每块 谢谢豆腐好吃的每块 你看我总不能,哦,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们肯定是不想看我演可云的 对吧,你们一点都不想看 你当时你肯定一点都不想看的 就对啊,我所以我就很机智的演了父母 我当时就拉到拉神女子出来走 谢谢抱哭的四个大神 谢谢定义钞票的球语童子大神 不是,我今天谁也没有模仿 我模仿的是我自己心中的上海人而已 哪一个人都没有模仿 我都没有指名道姓,对吧 谢谢哭无肉无肉的鹅 秋天奶茶 谢谢抱哭的巧克力 对啊,我今天谁也没有模仿 你们应该能感觉得到吧 我觉得谁也不像 四不,四不像的 谢谢两套深圳房独威的巧克力 这是四不像的 我这是一点都不专业 也不是人家本人 而且我今天这个刘海 其实我本来他想给他露上去 但姐姐说不太行 因为我剪短了 滑嘛,我那会看 那我本来跳无罪无我的时候 感觉自己 我假装自己是一个女警察 很酷的那种 但是因为有刘海 但是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刘海 这是我有刘海 就搞的就 就比较突出这个刘海 什么清明节写生写生什么 写生雨天 啊我什么我的驴是怎么样的 我们没有驴啊 就本来 本来啊是 是是是 打拳跟无罪无我两个我选了一下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无罪无我这首歌 虽然说打拳的衣服我挺喜欢的 就 就穿的很 很酷 就很像真的拳击手 本来想那个的 而且 穿上了穿上那个吧 就真的有一种那种 但是最后选择了打枪 因为打枪我更喜欢一点 歌好听我觉得 谢谢 旺仔的我的花 对我今天的那个枪套感觉它 不太老或者是我的枪太大了 要不是我的枪套太大了 就是它一动它就往下掉 一动它就往下掉 是的然后我中途剪了两次 哎 而且我每次都是这个枪出问题 上一次要么就是没有我的枪了 要不然就是那个什么 谁的枪掉了 当然是我的枪掉了 没有 我骰子没有骰到 我是拔河的 我是出力的 到时候就等着我的大力士 然后你看你的笑声 啊有抢椅子这个游戏吗 抢椅子所有人可以参加吗 那我也挺想参加的 我之前抢椅子是不是得过第一的 就是有一次MC 试试吧 然后是让我上拔河 那对面不得被拔飞了 各位看一眼 没有没有 我没有上科目尔是拔河 拔河 拔河我给对方都拉飞 我一拉然后对方全部都飞起来 就就跟那个地震一样 地动山摇 我这个手一拔 那那边开始地动山摇 就开始那个什么 对所有人 哎呀 就就被扑过去了 以前其实没有 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从来没有拔过河 我之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班 一般都是男生拔河吧 我们班男 就是和另一个班的男生 在运动会那拔河 然后我们女生就 哎呀 我们就这样 但不知道嘴里说什么 我们就这样 一直就是这样 仿佛在施法一样 让我们班男生就往后 往后 就是这个样子 就不知道我们到时候 有没有这样这样的 我是 我以前是这样这样的 然后我心想 我这样估计也没有什么用吧 我就 我就很冷漠 这样的 弄个手套 好到时候我这样 到时候我那几天 我多吃点那个猪蹄 猪手 然后呢 把那个 让那个吃啥补啥 我把我的手 补得又肥又大 然后 就是仿佛没有戴手套 也仿佛是手套 我把自己手吃成个猪蹄 然后 一拉 然后对面 对面直接 我的一拳 干飞十个的那种 谢谢走穿银子巧克力 这个 这个 这是 这就是其实 跟你们讲实话吧 其实这是我以前的手 然后呢 我吃了十个猪蹄之后呢 我以前的手就掉了 长出来了新的 你们不相信吧 然后呢我跟你讲 我再吃十个猪蹄 我的这个手 我就要也更新换代 换成这么大的拳头 一拳干飞十个小五项 你们 保让 告诉 告诉跟我一起拔河的人 让他们小心一点 对哎对 今天后台 我还看见一个灭霸手套 我当时心想 我把那些猪蹄吃完之后 我就可以彻底戴上它了 是的 以后你们要是跟我 就是握手会 能握手的时候握手 那你们的手 那时候你们这样的手 跟我握手 我这么一握你们的手出来 就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你们就会成这样 你们手就直接这样 然后你们本来是这样 哎你好你好 然后我一握 你们手就这样 握完就成这样 你们看 那感觉对了吧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 这样子了 也就是这样子 这是真真实事情 你们有一些之前在场的人 你们可以站出来作证 你们没必要觉得害羞 可以站出来 你们可以站出来 你们可以站出来 是吧 对而且我我力气很大 我给你们看我其实 我应该是有公二头肌的 OK 这是胳膊啊 看 是不是你看我把他这个黑色一串 看我这个公二头 是不是非常强壮 我这样 太强壮了 有点抽筋 舒缓一下 舒缓一下 这是太久没有练了 就是我好久没有重出江湖了 一下一几吧 就是有点抽筋这样 对我是很死状的 你看 你看就是这个 这一小个 这一小个 看见了吗 就这一小个 就是我的公二头肌的肌肉 就我还是很死状的 我以前是个大胖子 就是那种 然后 然后我的公二头肌 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对 很很猛 我是一个猛人 我以前的标志性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我一见人就喜欢这样 就是像喜欢这样子 做出那个马上就要攻击的准备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 对 是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这样 他们就是跟我学的这个动作 他们就是为了展示自己非常的强壮 谢谢A头的抽筋 汤姆就是为了展示自己非常的强壮 所以说他当时看见我这个动作 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就开始 因为汤姆 汤姆就开始学习我的这个 对 这个是动作是我先开始的 错了我在瞎说的 瞎说啊 瞎说开玩笑开玩笑 我不是创始人 我不是创始人 我是模仿者 我是copy者 对赶紧赶紧认错一下 谢谢爱推不推的两个秋天奶茶 谢谢肖像男神的秋天奶茶 其实我之前我们以前有一个舞蹈老师 他当时就是感觉像培养杂技演员一样 培养我们就是教教那个哎呀是的 姐姐今天也说姐姐今天也说我今天这个妆容 就是比厦门的时候好看姐姐今天就是我们做造型的那个姐姐 他跟我说哎你今天那个妆画的什么的你是不是改了一些步骤 我说是的我把这下用在放粉底之前了 然后他说 记写GWKK的圈来 然后他就然后他就还有说就是感觉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你们今天没有注意到录播吗 今天真的不太一样 你们可以做做那个对比 对我明天也打算这样就是希望能够留下来 我之前是先都全部涂完之后然后再遮瑕的 然后再撒一遍散粉然后再那么遮瑕什么的 然后但是但是今天我就改了一下底妆那个 然后呢眼妆其实也改了一点 然后姐姐就 谢谢小米红米性价比特美科二 谢谢忽如也穿过来大闪 是吧我也觉得那个台上的灯光尤其是蓝光的时候 我我觉得就是蓝光的时候照的人是最好看的 谢谢早穿银子的大闪 不是我不是用公耳头计划的妆 我是用我的我用我的finger 用我的2.0的拳头画的妆 对 是的 今天也非常的白我也发现了 可能是我的那个紫色的隔离涂的非常的多啊 今天 就是哎呀我跟你们一帮也不化妆的人说这些干嘛 谢谢也酸酸酸酸子的大闪 做了什么调整呢就是 就是往上扬了一点 谢谢歪了歪了歪的两个秋天奶茶 就是往上扬一点就不是没有糊涂的能看出来 就是 然后就 这样能看出来 然后我是我是这样画的 然后就能感觉到稍微有一点弯弯似 就是我之前是没有弯弯的 对 我是面霜面霜我不涂的其实 我是卸完妆有的时候想起来涂一下 谢谢群主好可爱的两个大神 是的 我发现了而且我那个之前那个紫格离我买了两瓶肯定够我用的 一般是什么步骤 你真的真的是在问我化妆的问题吗 遮瑕一般是什么步骤 遮瑕就是你 你涂完 涂完隔离 然后涂完隔离之后 你就上你的 遮瑕就可以了 然后再上粉底液 然后粉底液如果把你的遮瑕蹭掉了 你就再涂一层遮瑕 然后 对呀 你真的认真的在问我这个吗 我的粉底液是什么 我的粉底液 我最近想买那个植村秀的粉底液 对我最近是想买那个 因为大家好像都在用那个 我就挺想买那个的 对我今天是先遮的瑕 然后再粉的底 但是其实我发现了 我先遮瑕然后再粉底之后 有的时候会把我自己的那个遮瑕给有点蹭掉 所以说还是要再加一层 要不然去你弄完散粉之后 你再刷 然后就你看完全看不到黑眼圈 就 这是卧残 然后这是黑眼圈的地方 你看是白的完全看不见 不呀男生也可以问呀 我知道你们也有的男生是 对化妆感兴趣的吗 对吧 对啊粉底跟之前也不是一个东西 对反正我今天本来我这几天皮肤就 不是很好 然后你们肯定也发现不了我这两边有一点点痘 就是那种泛红的那种过敏的那种 但是一遮瑕就发现不出来了 老白了 美瞳的色号 美瞳的色号 美瞳的色号是棕色的 就是今天我找不到黑色的了 然后就带了个棕色的 然后你们就弄那种14.0的那种就可以了 或者是13.9买不到你就14.0的 对烟黄瓜色的 今天真的是烟黄瓜色 是烟黄瓜色 对我之后买的都是烟黄瓜色的 我下次再买一个纯绿色的 那我就是纯黄瓜色的 对啊其实我最喜欢黑色的美瞳 因为我觉得黑色的 就是能让眼睛很鲜明 就是我喜欢我每次那个颜色就喜欢搞的非常色彩鲜明 哎呀对了给你们看一个包 谢谢蛋头先生的秋天奶茶 我其实我这我这个美瞳每次我现在买的是日炮 就是我每天当天直接抠下来就扔掉了 不带美瞳就对不带美瞳我就看不清楚了 然后看看后面乱不乱 我想给你们看一眼我的包包 我那天我那天花了快三百块钱 我就买我就买了一个包 就是我结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三百块钱 我以为他也就几十 结果一结账的时候好家伙快三百了 就是他也不是什么牌子 他也不是什么那啥就是我那会看见 我一眼就相中了就特别好看等一下 哎呦拿不过来 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好看彩虹颜色的 真的很好看 你们夸夸夸他行吗 你们夸一夸吧 求求了夸夸吧 我花钱买的 因为我对我也是看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啊这个是外面的包装袋 我一开始看见就是看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贵 所以我才想买 而且我觉得很好看 也不是化妆包 他是一种他是一个就是这种 这种样的然后彩虹色 但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你不要说实话 不过除非实话是说好看 你看就 我就很喜欢这种彩虹的这个 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我本来今天想背他来着 结果我忘记了 他的功能是装手机 可以装一些身份证什么 哎呦我今天 对我以后真的 我要把身份证放在手机壳后面了 我今天没有带身份证 我都不能睡睡 去找个睡觉的地方 是吧 太太漂亮了 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东西 这搓澡机 你认真的吗 你说我这个是搓澡机 你说我这是搓澡机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哪里像搓澡机 哪里像搓澡机 你说我的包包 我快300块钱的包包 你说我这个像搓澡机 这哪里像搓澡机 这 这一点都不像搓 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包包 我的妈呀 你们证明说我背到剧场 人家以为我刚干完搓澡 哎呀不行 它是漂亮包包 它是漂亮包包 不是搓澡机 它不是搓澡机 它就是包包 你看它不是搓澡的 它是个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包 它特别的漂亮 哎呀 这也不是帽子 这个当帽子我觉得也挺丑的 我给你们看看戴上帽子 我要戴在头上 谁会把搓澡机戴在头上 哎什么 哎我觉得我像个人 我觉得我像一个人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是那种 什么 不是小潮 是那个 是那个 对 对 什么阿凡提 什么兵 什么兵 什么喂兵 就是 就是那种 啊 什么呀 那个 那个 啊 我唱不了词我能瞎唱吗 我瞎唱吧 就是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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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整不会 我本来记得的 啊 我也有一点像 葡萄夹子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 刚刚说的那个 英 英国士兵 啊 英国士兵 哼 对我今天我今天在抖音上还看见了那个印度版的那种印度版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张少涵的一首歌 印度版的就是张少涵的一首歌就是叫什么 啊 等一下我想想张少涵有什么歌啊隐形的翅膀他用那个新疆新疆味儿 也要穿尾唱了那个啊不印度版 印度版唱了那个隐形的翅膀 然后他就是哎 这个当个大链子 是不是 我也一下子 一下子感觉变了 当一个大链子 我在 这是金的 纯金的 啊不 纯银的 看二 你看我咬了一下 纯金啊 纯银的 纯银的 又 是个纯银的 纯银的 纯银的 好 哎哎哎哎哎哎 哎 又累死我自己了哎 别掉哎 等一下 我好像要干嘛 等一下我把它摘 摘下来 这个包逐渐要要我命 就是他唱的那个新疆味儿的那个 不印度味儿的那个隐形的翅膀是吗 啊啊啊啊 哎不我要唱这个才有味儿 哎这也不能这么套 拿手套着 你们要说像搓枣筋 就是 就是他但是什么 英形泡 英形的翅膀 英形的翅膀 阿英形的翅膀 阿英型的翅膀 然後,英形的翅膀 第一句什麼? 英形的翅膀第一句是什麼來著? 第一句是那個 第一句是英形的翅膀 第一句是什麼來著? 第一句 我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都在失落孤单中的彷徨 不像经济啊 不是不是他真的是那种印度外的那种 然后什么你们给我发一下歌词可以吗 你们可以给我发一下歌词吗 因为我不会不会说那个歌词 你们 每一次啊每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就是这种硬度真的是很硬度 然后下一句是什么 就算每一次就算会跌倒也不怕闪光什么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越唱越续了好像不太对 但是他真的是那个味的我一会分享给你们 就是真的 而且他也改变他也用那个新疆味改变了那个美人鱼那首歌是是林俊杰那个什么 我好像那个蚊子 但是真的但是真的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很转而且很有那个咖喱味 我把那个咖喱这些壶那个是什么蛯 或者什么 совсем蚊头 嘘 Luego 嘘 没有什么华 要 那种 那种 但是一想哎算了就 就没有换衣服 你看我这个衣服就很穿的很随意 穿了一个插曼 穿了个插曼在裤子上 是吧插曼是长这样吗 对我要拔另一颗 之前没有拔过的那张 不是这是 是一个 这是一个包呀 这个 这什么咖喱味的抗油 抗油串 哎我发现你们是不是延迟啊 我这个挖都已经 因为我都已经没有再说挖了 然后你们才说挖 好吧那是你们打字太慢了 对啊我是说这个 好吧是我太快了 我应该体谅一下你们的打字的 是我太快了好 好对那你们这样吧就是你们尽量打错别字也没有关系啊 我其实我们本来今天MC话题不是那个的就是我上台之后懵了我说哎 什么谢谢卫星世界的12个大神 就是就是就是本来不是那个呢是说是说什么呢是就我上台才知道我们的MC话题是要模仿模仿人我最最开始是要推向那个推销高粱一样推销产品然后我就想嘿这我熟啊我又不是没在S3推销过我这熟啊我可以重操就业了然后结果结果就没有那个什么对不对 就临时换掉了我就没有想到然后只能就临时学了学了一下那个 谢谢压旧儿压零儿谢谢一岁一岁压零儿的大神 是呀我就心想哎我推销过呀我推销过的话我还这我也太熟了吧就是他说要像推销高粱一样推销一个产品我今天就推销这个搓枣精 谢谢161718370的巧克力谢谢陪你看日升入入的大神你们都说既然你们都说他像我这个漂亮包包像个搓枣精那他就是个搓枣精了首先为大家来推荐这一款搓枣精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身上哪一天你哪刺脑了呀什么的你自己光用你的手是有细菌的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手你的指甲来挠你的皮肤这样会伤害你的皮肤 皮肤组组织也会在你的指甲里面进脏东西所以说呢你就可以用这一款这个像这一款彩虹搓枣精他这个每一格的功效都是不一样的你看他的那个紫色跟蓝色呢其实是那个柔和型的然后这个浅深绿和浅绿色呢他呢就是中间那个中间那一档就是你想终极清洁啊谢谢冉冉的眉花花然后这个红色跟橙色呢 是最强的那个最强的那个清洁就是能给你把这一层皮直接像蛇一样退掉你懂吧就哎呦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 是的这一款搓枣精其实在我这边不会卖三百块钱在我这边只卖二百五十一块钱就是比二百五多了一块钱也就是二谁是二百五谁就会买这种意思啊就是这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这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 然后其实他这个颜色呢也现在非常符合大众审美就是 呃对可以的他这个不光是人类可以洗啊这是什么羊羊肉啊不羊羊驼呀土豆片啊这种都是一样的你看就像那个羊驼他可以他就要及时的剃毛那你羊驼你都不用拿剪刀给他剪你就沉着一下你刷他的羊身 他就毛就全飞了然后那个土豆皮土豆皮你也不需要拿那个刀土豆刀你的那个土豆皮拿这个衣果 这是土豆拿着这个衣果哎他就掉皮了就散开了就飞了是这样的 他就像那个王昭君的那个大招特效一样孔下一个圈圈给你这样子把皮就给剥掉了 而且他可以防羊驼的口水就是羊驼说呀你吐你你拖老娘的毛谢谢两套深圳房的独尾的玫瑰花然后这个他就朝你吐了口水然后你就可以打这个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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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手巾啊不搓澡巾然后直接挡住这个口水然后再回弹给他就是他一般用遇到水水反弹的他一旦遇到羊驼的口水 他就会再反弹到羊驼的脸上然后那个羊驼就会被自己的唾沫给攻击掉对 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就是兔人反被自己吐啊就是啊不是兔兔兔的弹反回弹 呃差不多这是这样对是很高级的那种虽然说现在还没有链接啊但是购买的话你们可以这样截个图然后你可以去某一些软件上面搜一下同款来给你们截个图吧 不让你们搜出来会是什么东西啊来三二一截图 哈哈你们以为卡了吧没卡 没事骗你们的我是谢谢吐口水羊驼的大神哎回弹你看就是遇到这种吐口水的给你一下回弹就可以了 是的抱抱我的名字呢就是他会给你把二百五的那个一块钱剪掉 是的啊这不是水壶带子啊但是真的是手手手手枝工编手手工编织啊手工编织啊手工编织是的谈你脸上这个就是回弹的很看他他还有闪光的毛毛 他就是因为之前流行一句话叫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现在他的每个包包上都有毛毛而且他是闪光毛毛 啊有个虫子啊没了飞了啊他飞了啊 哎等一下谢谢诺诺的每个花 不开闲不开闲你牙咬他他都不开闲 是的哎呀不是洗碗布 哎哎这也不是钢丝球你这好吧他是有一点像他是这样子穿 他这样是有点像那种洗杯子的当然他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看这三把也太直了吧一包能N用这种不不扎手不扎手非常的绵非常的软啊酸有点渣啊 啊什么淘宝出来都是清洁部吗 这个不是清洁部吧你们淘宝都是清洁部吗难道 但是他其实真的是有点渣的对水路水路都可以水路都可以 还可以空其实他可以空的你们相信吗他可以空 我给你们说一下就是他真的可以空 就像这样 把它团住然后呢拿他这个手榴弹的这个链子 再先团团包住 然后呢你看到哪只不顺眼的大鸟啊 就比如说中国的鸟肯定比较温顺啊但是国外会有那种烦人的大鸟 就拿这个团团团围住之后呢朝那个鸟狠狠砸去 然后呢 这也是属于空的一种作用对你直接一砸一砸一个准那鸟就被这个铁链拴住了 然后他这辈子都别想烦你 是的 真的就是他功能非常的齐全 而且他甩完那个鸟之后那个鸟被撞晕之后他这个到时候自己会自己会顺着顺着那个气流慢慢的又转回到你自己的手上你们见到我回旋标吗他其实就是有回旋标的这个功效的 是的 对对对写笛子写笛子 是的 为什么直接不用练 当然你想用练这课也就是有那种武术情节的人啊就比如说我想说看那个 呃 芭比公主之三剑客啊 我什么守抚精灵呢 我这是在打鸟打的很惨 然后就是 芭比公主之三剑客里里边就有一个用彩带的公主 然后呢我就喜欢那个他哎不我是也喜欢的我都喜欢然后他就是会他他是一个项链然后他能解下来当那个弹弓一样然后 哎呦 然后然后就可以丢他就丢的很准所以我就一直蛮喜欢这种的 我明天去机场就被这个包欣赏布莱姆我的时尚这个太漂亮了我的彩虹包包 啊你们真的没有搜出来任何的包包吗 我这个真的是个包我以眼就相中 都是洗澡洗碗什么的 对他其实他他真的都功能很多他是什么牌子他叫木木 他这个上面叫个木木虽然说他不应该不是个什么出名牌子但是我是在那个就是淮海中路你们晓不晓得就是淮海 怎么搞的像个推销员一样就是在就是其实我一直没有去过淮海中路因为听说那里才是上海年轻人应该逛的地方 就是别的地方其实大部分上海那种年轻人都不去的什么一标记了以后不去了这个地方值得去的然后 然后就是淮海中路就是一个上海年轻人都会去的地方然后那一次我就呃从县门回来之后就跟清清小叔去了这个淮海中路 然后我就购买了这个包包里面果然大家都是很年轻的人就是年轻人一点老人都没有一点那个就是小孩都没有 而不是小孩有我就是那天跟那个小孩一起玩的手机是的然后就全都是年轻人对对对反正我就当时看见这个包我就说哇这就是年轻人的包包吧 我就一言相中了我就买了 许家会许家会去了也但我那天不是去的那个许家会那天那个迪士尼吗就是那个呃不不不是学会是就啊就是那个那个柱子啊不是那个叫柱子叫什么摩天大楼不是东方明珠 哈东方明珠东方明珠哎呀不是柱子东方明珠就是那个sorry东方明珠对不起然后就是啊那是陆家嘴哎等一下 陆家嘴徐家会徐家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这两个怎么这么像啊这个名字是的是的徐陆家嘴啊我知道徐家会日月光嘛徐家会田子坊是吧徐家会田子坊这我熟啊我去过是的吧没说错吧应该没说错 徐家会是田子坊徐家会田子坊这我太熟了 我真的去过两两次田子坊三次是我可太聪明了 而且他们还说什么松江才是真正的上海 啊田子坊里徐家会还有两站路上还有两啊我知道上还有两个日月光我还去错过一次呢这个我当然记得因为我去错过了 是的我一天就老上海了 对我真的很骄傲因为我自从那次去过之后我跑的大老远跑到了那个日月光之后我发现 这不是田子坊旁边的日月光呀怎么还有一个日月光 它是搬了吗然后我才发现哦有两个日月光啊然后我就很生气那次打车钱也白花了 其实说到为什么我会找到这个日月光呢其实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虽然我不太想说但是真的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次就也不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插队公演之前那已经是一九年的事情了然后呢我在上插队公演之前当时我心想我也太穷了吧然后然后我就在那个五八同城上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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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搜索了那种玩偶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带玩偶搜有没有带玩偶发传单的那种然后 然后我就 然后对我就想我带着玩偶应该没有人能认出我吧然后呢我看了一眼他说打电话说 哎那你那个什么 你来我们日月光吧 我们日月光旁边那个办公室就是 然后我就去找日月光了 结果 日月光 结果那个日月光去错了 我去 我应该去铁子房旁边的日月光 但是我去的是另一个日月光 然后 就没去成 然后我的玩偶 发传单就没有弄成 是的 那我 是的 就说起来真的很丢人啊 就是的 而且 是的 我还学亏了我的打车钱 就我当时觉得反正 那也不是个抛头露面的 就是 带着玩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带着玩我发发传单 我就可以那个赚钱了 那多好呀 就是因为当时真的太穷了 因为就没有上公演的钱 太穷了 然后我心想不行 我要 然后我就 是的 真的是 真的是难以启齿啊 很丢人 真的很丢人 后来干嘛 我后来上公演了呀 后来我上公演了呀 我干嘛了 对 58同城 但是我也没自食其力 我的力就没有 没有实呢 我失败了 对 就是我丢人的是我找错位置了 然后也没干成那个想想想弄的 是的 太理智了 所以说 大家尽量 不过尽量也不推荐你们选择 那个什么啊 什么 他差点在图书馆找找图书馆管理工作啊 是吗 那这个工作得多无聊啊 天天泡在 虽然说是在图书馆啊 可以天天看 但是我觉得日子久了也难免无聊的 还好他在48啊 感谢他没有放弃48 卸卸在58 是这样啊 我我没听过啊 我不知道啊 哦 得叫某8 不应该是什么 迪迪去年打算在58这工作 去年真的吧 哦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哎呦 看来我没有冲浪 天呐 MC上还讲 那应该不在一组 所以我就不知道 图书馆连都 但是如果我想我想的话 其实我想那种 我喜欢的那种就是 就是自己自己有那种 怎么说呢 自己有那个画室 我喜欢那种自己有一个画室那种 我觉得那个比较 我就像我抖音上关注了两个 我抖音上关注了两个 那个画画的 我的妈呀 他们有一个就是那种 他们自己就有一间 几十平米的那种画室 就是画室就是 不过或者是几平米的也行 就很小 但是整个屋子就是空的 但全都是颜料 我的妈呀 就非常的漂亮 就非常的那个什么 就随意 时时想画 你拿手上去抓着颜料 得到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颜料 就是那个就很充足的 那个颜料富婆 颜料 颜料什么 颜料 想不起来 那个词了 颜料自由 哎 词颜料自由 颜料自由吧 对对对 颜料自由 是的是的 就很羡慕 就以前学美术的时候就很可惜 那个白色的那个颜料 就白色的颜料 别的同学就是过来 垮一勺子 他如果用干净的垮 你也可以垮 但是他如果用有别的颜色的那个笔 垮一勺子我的白颜料的时候 然后 我的那个眼睛就像带的那个什么 带的那个 带的那个红光线 但是 是的 然后白颜料就废了 也不是废了 那一圈都得垮掉 真的很浪费 是的 太真实了 而且有的时候画那个什么 素描的时候 手也全是黑的 然后你脸哪一个 你就是脸有的时候痒痒 然后蹭了一下 脸上就全都是千灰 就很那个什么 太糟了 不 素描也不方便 素描把铅笔摔了就很心疼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什么铅笔了 就当时他们 就是买什么推荐什么什么铅笔嘛 当时买的 我记得马克也买过 哎什么铅笔了 这忘记了 还有碳碳签什么 哎怎么突然讨论这个了 是的 就是美术太少少不钱 玛丽 尼奥尼 哇这些牌子我都不记得了 当时 蛋头先生也需要读书画画吗 碳筋条 哎呦 什么这也没有突然讨论职业生涯 是在讨论是在讨论 是在讨论 以前经历对 以后想开画室吗 不是 如果现在四八有有一个单独空出来的房间 我就想改造成画室 是的 这个不说以不以后 在现在我要是有那个啥 我也自己想画画 我就可以去那个屋子里画 到时候我就发说 叶总 你给我搞一间单独的房子出来 呃 单独带人间出来 就得散楼 啊 要离我无尽 啊 然后呢 你就给我搞一个 所有家具 全让阿姨给我扔掉啊 我谁呀 我 哈哈 我又开始瞎说了 真的 但杂物件其实都堆满了 我好饿呀 我的妈呀 我晚上其实吃了一点点 但我还是饿 我现在又饿了 而且我那会听他们回中心的那个车上嘛 就是他们要什么 要吃什么 这那日料啊 火锅什么的 我就很羡慕 但我明天早上的公演 不呸 我明天下午的公演 然后要早上走 谢谢 可口可得是第一的十二个大厂 对啊 但是我们屋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小零食 就很那个啥 对 主要囤零食 我吃的太快了 就像我去面包店买面包 我买完的面包 我一般买回来都能先吃一吃点 如果买的少 那我当天就吃完了 如果买的多 那也吃一大堆 就是我 当天买的那种面包店的面包 肯定不会活着到第二天 肯定就忍不住就会吃了 本来是想当第二天早点 但是一般都会被我吃掉 我买让染味藏起来 它是什么囤 囤粮食的仓鼠吗 囤东西藏起来 好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我觉得那个啥了 我就要 我对 我今天本来说就播半个小时的 每次以为能煎 对啊 我每次就吃完了 我对我标题 我直播标题是一会儿会儿 那好吧 我还想想吃什么 我一会儿还想去拍点照片 我想把今天的那个 保存一下 明天照着看一眼 简单 5 简单 拜拜 再见了妈妈 今晚我就要原恒 哥, 就好了